剩不到一年的时间 台湾即将迈入超高龄社会 国发会人口推估资料显示 2022到2070年 台湾65岁以上人口将从17.56%攀升至43.65% 65岁以下的人口则是全面负成长 从福老比数据来看 现在是四位青壮人口养一位老人 到2070年将变成一人养一人 其实高龄社会终极节其实不难 就是刚才讲维持健康 我还是非常希望未来我没有老人 只有健康的人 AA健康老的概念是世界卫生组织 针对全球高龄人口快速增加而提出的倡议 因为没有健康的退休人生 将会为家人和社会带来更多的引诱和负担 台湾有个特有的现象 就是我们不健康的余命可能长达八年 那无形之中就增加自己对医疗上面的负担 如何达到AA健康老 受险公司呼吁提早规划财务健康 以及身体健康要从40岁开始防老 对于保险规划我们有三个提醒 那第一个当然你要建构足够的退休金流 那当然可以透过像退休还本型的商品 或年轻的商品来做预作准备 那第二个就是说你必须有足额的医疗险跟长照险 那第三个的话我们是期望大家能够与时俱进来检视你的保障 长寿又幸福的关键在于健康和财富状况 及早规划退休生活就能更有自信迎向AA人生